中国的城市 城州是中国西部最东东部最西的一个城市 从地理从人文方面 它在中国的城市和地域里边 是有它自己的特殊性的 比較舒適 人文性也算比較強 城市中心公園 我覺得是一個大的手筆 綠大 不管是從城市的景觀 人們的使用方面 也是比較生效的 公園城市怎麼想 也是一個好的提法 土地的利用 和人們一些美好的願景 是需要達成一個平衡的 我覺得成都有可能是 這個平原城市 本來就和自然的關係 有它的傳統 今年的發展 就是能夠注意到這些平衡 掌握好分寸 更能走出自己的路來 我們看三星堆 三星堆所表現的那種 生活和深層的飄逸 或者處理你的想像 那麼那種生活觀其實是什麼呢 我們很長時間遺失了 那麼但是在成都 在都江堰灌溉的這麼一片土地上 那麼這個地方的休閒和它的舒適 它始終是保留下來的 我們在最初想像這個想的時候 成都應該就是我們的最好的 美好的城市的一個樣板 對不對 這是我們可能 我們潛意識裡面的一種自覺 而這種自覺它其實你任何想想的話呢 它是有著真正的文化和傳統的基因的 其實煙火器很大程度上就在它的市民性 其實煙火器很大程度上就在它的市民性 就是說每個市民它是生活的主體 單代社會呢 就是這種煙火器已經越來越被熄滅了 越來越被另外一種生活給代替了 有一個人叫Richard Florida 他提出一個概念叫Creative Class 就是創意階層 最重要一點就是它要去選擇到哪去存在 到哪去住 其實成都呢現在也面臨一個契機 就因為它有比較良性的這種生活環境 所以很容易能夠吸引著年輕人來 所以我也特別希望呢 就是說成都的這種煙火氣息 變成一個城市的一種品牌 其實成都人它的從容 跟它的熱愛生活的這個態度 其實是一個非常強的這個特徵 所以這次上年提出來 人文城市的這個獎項 然後又落户在成都 其實是跟成都作為一個人文城市的一個標誌 所有的人都需要知識 其實都要有一個可以被尊重的一個空間 其實這個空間其實就是一個人文空間 就公共空間最重要的是大家願意待在那裡 同時願意在這裡發生事情 其實你真正成為它所需要的公共空間 才是真正的公共空間 從成都的一個歷史唯度看 生活的這種幸福指數都是蠻高的 很多年輕人或者說周邊地區的人們 都願意到成都來生活 這個成都的這種文化 這種成都的城市生活 在這裡延續著發生著 這就是我們城市一個 我認為是一個非常值得贊賞的 成都我也有好多朋友 他有一個安逸生活的一個傳統 享受生活這事兒跟設計關係特別緊密 你喝茶對吧 那個器皿也很重要 是不是跟水之間也有一個互動的等等 那成都可能真的具備發展設計的土壤 可能現在沒有一個城市敢說自己工業設計強的 沒准勁就是成都了 那時候我是一個大三的學生 就在春溪路邊上 其實很繁華的地段 但是東西很便宜 我就點了一份什麼糖醋排骨 然後可能還有一個米飯 總共可能花了大概 我記得可能九毛錢還是一塊二 大概就這個錢 然後點完了 結果裡面那看店是一個很小的小女孩 她過來給我端了一碗高湯 然後我當時特惶恐 我一看那湯 我說我花不起這個錢 然後她說我送你的 就是 哎呦 當時我覺得這瞬間的迷人的生動性 你吃過甜水麵嗎 沒有 我給你推薦 很可能變成你第二個 第二個 是 特別吧 是吧 好好好